豪车豪宅数不胜数 漂亮女友无缝衔见 盘点中国八位顶级富二代 奢华生活你想都不敢想 有人身家千亿至今单身 有人败光家产成接下球 下面一起来看看这八位富二代都是谁吧 第八位王思聪 铁打的王思聪 谁能想到这位绯闻不断的富二代竟是个感情达人 从留学时期开始 这位公子哥就在感情江湖中纵横驰骋 一共有15个以上的美女情史 其背后是一个家庭背景豪华的传奇 老爸万达王健林 老妈更是临时投资的大佬 王思聪 不仅仅是一个身家达63亿的富二代 更是商海巨拨 老爸给了他五个小目标 而他投资的项目可谓五花八门 手游 社交媒体 电竞 餐厅 样样精通 甚至成立了熊猫护鱼等公司 成就斐然 然而 这位身家过亿的富二代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那奢华无比的生活 豪车不胜美举 如法拉利 价值600万元 全球仅918辆 他的车库简直是一个奢华的车展 房产更是一绝 比福利山庄的豪宅更是让人责舍 隔壁就是贝克汉母 而王思聪的感情生活更是一幕幕的轰动 换了十几个网红女友 他仿佛是感情舞台上的不败战神 在他的世界里 豪华套房8000一晚只是日常 生活就是一场奢华的盛宴 第七位秦泛 秦泛 护上的金领传奇 别称护上皇 堪比王思聪的财力就是他的玩具 他不仅狂撞两辆豪车 更是在游戏世界里狂杂一个亿 彻底奠定了他在上海的名声 这位有钱任性的大佬 投资电竞就为了在游戏中 躋身全服第一 赌场里则是桌上筹码堆成小山 豪车方面更是排场十足 从保时捷 法拉利到麦凯伦 劳斯莱斯 宾利奔驰 十几辆座驾 堂而皇之 他甚至组建了专属车队 让他的奢华车阵更添震撼 不止如此 秦芬还是一位名表收藏家 手腕上的表款总值上千万 游戏成瘾的他 甚至成立了电竞寄居乐部 只为了找人陪他在虚拟世界中狂欢 梦幻西游曾是他的心头爱 花费进一后 他玩腻了就毫不留情地 以天价将账号卖出 让人责舍 传说他的父亲是企业巨子 经济学家 多家银行的董事长 更是剑桥博士 秦芬早年提到他家是从博彩起家 似乎背后有一段神秘的家族传承 盘点中国八位顶级富二代 有人身价千亿 有人锒铛入狱 第六位杨慧言 杨慧言身家高达1322亿 超越了王健林 是许家印的十倍富豪 曾经连续五年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女人 这位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的长女 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 如今已接管了碧桂园的大权 她曾在胡润女企业家榜上 以1869亿的财富排名第一 六次问鼎中国女首富 在她的领导下 碧桂园曾一度成为全球房地产企业的首富 位列世界500强帝147位 杨慧言25岁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首富 股票市值高达692亿港元 自那时起 她的名字成为各大富豪榜 财富榜上的耳熟能详 2019年 38岁的她以1269亿元 再次荣登福布斯中国最富有女性榜首 个人财富超越昔日首富王健林450亿 再次夺得中国女首富宝座 她的财富传奇如同碧桂园的高楼大厦一般耸立 成为商界女强人的璀璨典范 第五位 张晓恩 2017年6月25日 成为张晓恩人生的分水里 曾是浙江地产巨头玲珑集团的太子爷 她想啥有啥 连要天上的星星老父亲都得为她搭梯子斋 然而 一切在转瞬之间变得面目全非 她沉迷于网红的诱惑 挥霍掉7000万的家产 从一个备受羡慕的富二代跌入深渊 最终 以诈骗罪名被北京市朝阳分局依法拘留 命运急转直下 被判刑14年 从人生巅峰到阶下囚 张晓恩的故事如同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 由奢华到败落 由荣耀到羞辱 她从富甲一方跌落成为阶下囚 从而警示着富二代们 金钱背后的陷阱随时可能让人身败名裂 第四位宗富丽 商界木兰宗富丽 万亿身家的单身女强人 40岁了还是个自由身 着实让老父亲宗庆厚愁上心头 宗庆厚是娃哈哈的掌门人 同时还身兼浙江省商会副会长 可谓商海巨头 宗富丽 小时候家境艰难 但随着宗庆厚的辛勤打拼 娃哈哈集团的巨大成功 也成就了她的富二代身份 从童年的艰辛中培养出吃苦耐劳的品质 长大后更是争气十足 毕业后 她毅然投身娃哈哈 干脆果断 为公司创造了丰厚的业绩 被誉为铁娘子 2015年 已身家30亿美元澳市 亚洲十大年轻富豪第三名 2017年登上 富斯中国最杰出商界女性排行榜 第13位 2020年更是入选 中国最具影响力30位商界女性 然而 尽管事业有成 宗富丽的感情生活却一片空白 她将太多的心血投入工作 至今未曾谈过恋爱 盘点中国八位顶级富二代 背景一个比一个强大 第三位柳青 柳青 柳传志的血脉 临终前手握70多亿个人资产 其女儿自然也成为富婆圈的耀眼议员 哈佛毕业后 她毅然加入滴滴 被尊称为拼命三娘 柳青因为拼得太过活 竟然闯进了医院大门 这样的拼劲让她在感情路上 失去了一段美好姻缘 她持有1.7%的滴滴股份 而滴滴与Uber的合并 更是证明了她的专业能力 将滴滴一举推至行业巅峰 尽管滴滴市值曾一度缩水至400亿 柳青的股份价值仍然高达数十亿 2017年柳青榜上有名 入选财富全球最具影响力商界女性 2019年更是机身服务司 中国科技女性武士榜单 她的人生轨迹如同滴滴的车轮一般 扬起无数荣光 柳青不仅是商界佼佼者 更是感情与事业之间巧妙舞者 她的故事让人唏嘘不已 第二位严浩 严浩江苏首富 身家千亿 真是超级富二代 结婚时连美国总统都捧场 人生三个字总结为生的好 她是严介和的儿子 家族教育传承三代 在富二代中 她可谓是独居一格 太平洋建设在她的领导下 五年连续入选世界500强 三年榜单百强 全球建筑业私企之首 然而 严浩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 曾和朋友们大手大脚兜风花钱 直到一场车祸改变了她的命运 车祸中 班主任不幸离世 让严浩陷入低谷 但这场意外让她开始认真对待生活 拼命学习 努力工作 结婚时 严介和为她铺路 花费巨资请来美总统克林顿 接管公司后 严浩用一年时间逆袭 将亏损企业扭亏为盈 利润达8000万元 2019年 她成为世界级富翁 生活真是丰富多彩 这个超级富二代的传奇故事 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第一位李兆惠 李兆惠 曾是亿万家产的年轻富翁 却如今陷入了空前的泥潭 我们获悉 她的奢侈挥霍不仅导致了公司的瓦解 更让她沦为失信人 被判限制出境 这位典型的富二代 年轻而有为 却未能明智地打理个人财富 她钟情奢华生活 名车 时尚服饰 豪华旅行 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然而 她却忽略了财富的真正来源 那是公司经营和投资的努力成果 而飞天上掉下来的线币 她的挥霍行为 让公司陷入了资金链断裂的紧急状态 最终导致公司的崩溃 李兆汇的故事是一个鲜明的教训 警示着年轻父母们要理性对待财富 不要因为一时的短暂享受 而忽略了财富的可持续性 她从巅峰到低谷的跌落 成为商界沉痛的反思 你